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1月23日下午 中国红十字会云南省普尔市孟联分会在蒙阿口岸 向瓦邦卫生局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组再次捐赠了一批防控物资 该批防控物资价值约70万元人民币 捐赠移交事上 候补中央委员瓦邦卫生局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组组长 卫生局局长孙成德及卫生局办公室主任袁佳华 代表瓦邦方面向中方红十字会代表孟联分会负责人 当场表达了真诚的感谢 双方并在移交书上签字 据了解 此批由中方捐赠给我方的防控物资分别有 医用口罩五十万只 护目镜一千副 防护面罩一千个 防护服一千套 红外体温计一百只 体温计一千只 消毒灵两千平 民售凝胶三千平 医用手套四千双 喷雾器五十台 洗手液一千平及八四消毒液八十桶 总价值约七十万元人民币 11月20日上午 蒙茉县阅历会上 重点就县第七届党代会第二次筹备工作进行了再次部署 县委书记肖赛宝 副书记鲍尼门 副县长鲍尼林出席会议 县直属机关排击以上干部 公明山区 班外区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由县办公室主任鲍鲁胜主持 首先 主持人宣读传达了有关中央文件 及蒙茉县第七届党代会组委会的工作安排 县委书记肖赛宝通报了本月有关工作情况 并重点强调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各疫情小组全面加强防控工作 县卫生局 县司法委及各区疫情小组 要坚守岗位积极配合中国临仓疫情工作组 对各个口岸 边境小路严加管控 特别是联合区 格隆坝区 漫东区 纳威区等地 对偷渡人员要严惩不待 讲话中 校赛宝书记还就党代会 其他工作事项进行了强调 县委副书记鲍尼门通报了 瓦邦民族民主青年团第二届团员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并强调了文教卫生工作等 鲍尼林副县长要求各个单位 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工作 在非常时期要加强团结 贯彻落实党中央 县委县政府布置的各项工作要务 会上县司法委 卫生局 组织部 916支队等单位 汇报了11月份以来的工作情况 11月22日下午 邦康特区永定乡小灯尔村学校内外处处欢声笑语热闹无比 小灯尔村的瓦族和歹族乡亲们 以最大的热情参加学校举行的村小学新教学房落成典礼仪式 并热烈欢迎前来参加新教学房落成典礼的各位领导及嘉宾 据了解 邦尔村小学新教学房 是当地爱心人士 矮水 矮香满两位兄弟共同出资捐建 为庆贺新教学房建成 当天 小邦尔村的瓦族和歹族男女老少和学校师生们均兴奋无比 并齐聚在校园内义务帮忙 为庆典活动助力 仪式由永定乡政府文书三甲主持 邦康特区政协主席矮果 特区办公室主任陈军 特区副协主任巴妞 瓦邦教育基金会代表鲍一红 永定乡干部及爱心人士矮水矮香满出席典礼仪式 落成典礼上 永定乡乡长上水向出席活动的各位领导表示欢迎与感谢 并介绍了学校新建项目概况 邦康特区政协主席矮果向学校新教学房的洛成表示祝贺 并表示说 近年来 特区党委高度重视教育发展 教育经费投入也逐年加大 新教学房的洛成投用是全区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成果 是各级各有关部门和爱心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亲住着政府 教育部门 学校以及爱心人士的辛勤劳动与汗水 必将推动学校进一步发展 受瓦邦教委主任严生炳和副主任鲍新安的委托 瓦邦教育基金会代表鲍一红女士 在庆典仪式上对学校新教学房的落成表示祝贺 向爱心人士表示感谢 向在场的乡亲们致意亲切的问候 同时 介于在场的各位同学珍惜和爱护优美的学习环境 发奋图强 积极进去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以优异的成绩回报政府 回报社会及爱心人士 另据了解 为表达瓦邦教育基金会 对山区教育工作的亲力支持 典礼仪式结束后 鲍一红女士还将教委主任颜生炳和副主任鲍新安 以个人名义分别捐赠的一千元人民币 当场转交至学校方面 特区办公室主任陈军在庆典仪式上 结合学校原教室与新校舍的对比 希望学校要以此为新的起点 不辜负政府和爱心人士的期盼 努力把学校办成学生全面发展 社会满意的村办学校 随后 爱心人士艾水 特区副协主任巴妞 邦康孤文学校副校长陈军明 永定乡父乡长尚英达和小邓尔村村长艾翁 相继在庆典仪式上做讲话 对学校发展寄予厚望 对学校师生们提出了要求 庆典仪式在简单且不失隆重的气氛中 欢快进行 庆典仪式结束后 学校方面还当场将爱心人士 艾水 艾香满兄弟俩 此次捐赠的学习用具 包括练习本 一一分发给了在场的小同学们 为更好的有效防控疫情 贯彻落实瓦邦联合党中央 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 11月21日上午 蒙波县蒙波区中心医院 后勤保障主任袁平安 带领该院两名医护人员 先后来到县各机关 开展消毒卫生工作 袁平安主任一行 先后来到县机关大院 及县直属各机关单位 和蒙波区机关大院 等多家单位的办公场所 进行了一次全面消毒 工作期间 还对办公场所内的水沟 卫生间 垃圾厂等 细菌容易繁殖的地方 进行了全面打扫及消毒 据了解 自疫情爆发以来 该院以多次组织医护人员 对县机关大院 集贸市场 街道等人员密集场所 进行全面消毒 有效降低了新冠肺炎 和其他传染性疾病的传播 进一步保障了机关办公人员 与当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1月21日上午 司法委法院在该院审判庭 开庭审理了一起摩托车盗窃案 并当庭宣判 以盗窃罪和吸毒罪 依法判处被告人 埃尼有期徒刑综合刑期12年 判处被告人 埃吞翁有期徒刑综合刑期6年 被告人 埃尼 男 瓦族23岁 系缅甸当阳南帕冷4宝人 被告人 埃吞翁 男 瓦族20岁 系缅甸当阳7宝人 另位被告人 埃道 在拘留期间已病故 男 瓦族23岁 系缅甸拉虚莫马曼人 2020年5月12日 三人应涉嫌连环盗窃摩托车辆 被司法委交警大队抓获 并积押于司法委警察局居留所 司法委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 埃尼 埃吞翁 埃道 盗窃吸毒罪 于2020年10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 法院于2020年11月2日立案 依法组成刑事和议庭 现已审理终结 司法委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 埃尼 埃吞翁 埃道 于2020年5月22日起 在邦康市区内连续作案29起 共盗窃29辆摩托机动车 其中大摩托车19辆 小摩托车10辆 卖得赃款总额37,450元人民币 被告人埃尼 从中获取非法所得24,750元人民币 埃道 从中获取非法所得11,600元人民币 埃吞翁 从中获取非法所得450元人民币 其他人从中获取650元人民币 摩托车已追回13辆 上述事实 由工作机关提交 并经本院致证确认 指认脏物照片 验尿表 证人证言 口供笔录 法院刑事何议庭认为 被告人埃尼 埃吞翁 盗窃吸毒一案 证据确凿 足以认定 罪名成立 庭审最后 法院根据瓦邦基本法 刑法第二编第五章第222条 和禁毒通令第七条 第三小条之规定 对被告人埃尼 埃吞翁作出如下判决 判处被告人埃尼盗窃罪 有期徒刑9年 吸毒罪3年 综合刑期12年 刑期从2020年5月22日 至2032年5月22日至 判处被告人埃吞翁盗窃罪 有期徒刑3年 吸毒罪3年 综合刑期6年 刑期从2020年5月22日 至2026年5月22日至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瓦邦新闻就您播送完了 想获取更多的瓦邦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搜索并关注 瓦邦新闻局的新浪微博 和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 瓦邦之音 随时收看最新的瓦邦新闻动态 分享至手机平台 掌上瓦邦 网上瓦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